今天粉丝 開Live的朋友 你好 愛哥秀雲 今天很開心有這個平台 可以開始跟大家說說環保的東西 接下來陸續都有不同的環保議題 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想首先因為第一集 先說說關於我自己 如果你是知道我是誰的話 都知道我是很喜歡動物的 不認識我的人 所以現在開始認識我了 我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動物呢 我的長大過程是有一點特別的 其實那時候因為我爸爸 是海洋公園的創辦人之一 所以我就有機會可以差不多天天 接觸不同的動物 有些海洋生物 有些綠地的 不過始終是每天都有機會 鷹鵡、海狗、海豚都有機會接觸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很幸福 不過那些管制和管理 就沒有現在那麼嚴格 有好有壞的 因為亦都可以說差點 有很多機會可以弄傷自己 因為可能公園開的時候 我是幾歲大 好話不好聽 都有危險的事情 不過我又幸運大步纜過 我想最危險的一次 可能是和水有關的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說說我爸爸是什麼類型的人 我爸爸是一個美籍的德國人 金頭髮、藍眼的那些 那些是外國人 我姓國本身是翻譯的 本身的名字是Koshka Koshka我媽媽當時幫他翻譯 就變成了國士勤 其實很多外國人在香港做事 都翻譯了一個中文名字 所以那時候我爸爸 可能受西方教育 他就會覺得 小朋友要學游泳? 扔他下水他就懂了 不過我媽媽是一般很典型的 舊思想中國人的女性去照顧小朋友的方法 比較呵護得很厲害 那種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香港的香村俱樂部 我爸爸就 我想我兩三歲 就扔了我下去泳池心那邊 想著我浸兩下應該會懂得游泳 其實我還未懂得游泳 也怕的 正常是怕的 可能他是對的 可能我浸幾下 我真的會學到 不過我媽媽在 我媽媽就很大反應 立即救生員 立即跳下去 救回我上來 從此其實我就卸了水 怕了水 一直都不敢去游泳 直至到我在海洋公園有一天 我自己單對單和海豚在玩 當然今時今日不可以有這樣的情景發生 因為現在的管理和管制變了很多 那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坐在海豚的江邊 和他們在溝通 其實海豚這種動物 我覺得它那個思維和人類不會差得多遠 他們是很聰明很聰明的生物 完全是很懂性的 即不是狗和媽 是真的和我們拍得住的東西 他絕對會知道我一個小朋友 他肯跟我玩 我懂得手勢 叫他做些媽媽 他又跟我玩 事關其實海豚在這麼小的江裡都很悶 我玩玩一下 我就跌了下江 那天那個池其實是不能爬出來的 那個位置是沒有樓梯級上不來 我跌了下去又沒有大人在 沒有人知道 於是乎那條海豚是不會被小朋友泡 一直扶著我 一直浪起我 讓我不用怕 呼不了氣 而且很奇怪 我當時跌了下水 我也不會怕 因為我知道他在 他一直陪著我 我想我在那裡徘徊了 起碼一兩個小時都不頂 手指都抄了 終於有大人知道我在這裡 來撿我出來 不過我在那個時間 就學會了游泳 這個就是我學游泳的故事 自小可能因為一個 這麼特別的長大過程 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生物 我就有機會去培養我對於不同的大自然 各方面和動物的愛好和愛護 小時候是有養過很多寵物 不過除了人年紀大 就開始了解到我們人類 其實對於地球 現在作出是多少和多大的破壞 我自己是很愛很愛動物這件事 我就希望可以趁我還在這裡 付出一點力 去盡量去挽救一些瓶藝的動物 當時我記得我約莫二十多歲 是玩過狗剪、參賽、養靈動物 一個階段 覺得其實多些去幫助野生動物 如果有機會我就會想去做 當時有些朋友接觸了我和我說 其實是想針對變色龍這件事 我自小都會動的東西 我都喜歡的 總之不是蟑螂就行了 說到變色龍我就很有興趣 很多時候我對那件事有興趣 還有如果我有那個資源 時間、金錢可以去到的 我就會去研究 深入了解 不只是坐在那裡說 我們當時去了馬達加斯加和非洲 某些地方去研究變色龍 那個期間其實很少人 真的說會去自養變色龍 我們看到馬達加斯加的環境 那個摧毀的速度是快到 簡直是驚人的 是很多人害怕的 你想想馬達加斯加的形象 好像台灣的形狀 好像一塊葉一樣 其實從西邊一直慢慢燒 摧毀到東邊 燒得很快 你看看今時今日 馬達加斯加的地圖 有多少森林症很少 那時候我們去到山頂 我記得 你站在山頂 可以打個圈 360度看環境 完全是羽林 你看不到天蜜 因為那些羽林 那些舊的樹 是漂亮到 你真是沒有人搞過的地方 才有這樣的樹木 不過如果你遲一年 或者兩年 有時候幾個月 你回到同一個位置 站在同一個 就是正確的那個位置 照轉那個圈 你是找不到一棵樹 全部都燒毀了 那這些可能是人們發展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那主要都是 其實因為我們人類 都不太懂得去珍惜 這些這麼珍貴的東西 那淺作怪 就為了發展去做的東西 那既然我們回到那裡 都見不到有變色龍 那不如我們盡早去做保育 看看救得多少 那當時我們就 其實運過很多很多變色龍去美國 在美國那裡去開了一些繁殖場 都很大型的 其實我們當時是 其實現在都應該還是 歷史上來講 我們是最大的 繁殖變色龍的一個機構 繁殖了38個品種 那變色龍是爬蟲類之中 可以說最難繁殖的一種 因為他們心情不漂亮 它可以在短短一段時間 就死給你看 它變得很難看的一個啡色 然後就死給你看 有些變色龍 它如果是居住環境氣候 或者有些什麼改變 它可以集體自殺 心情不漂亮 全部爬了樹頂 然後全部一起跳樓 這樣打死了 所以是挺難養的東西 我們因為要運它去那個過程 其實差不多一百條之中 都不知道有沒有一條活到 如果我們不是迫著想挽救那個物種 我們都不應該這樣去做 不過其實當時做羅亞方針 因為那個地方消維得太快 所以我們都結果繁殖到 只要是人工繁殖出來的變色龍 它做寵物就容易很多 因為它習慣了人類去治養那個環境 不過要養變色龍做寵物 都不是不好的事 只不過是養什麼寵物都是 你想想你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那個環境可以給它 還有始終變色龍 你養它的傷 要有滴水給它喝水 都有它的麻煩之處 所以很了解才可以去買 不然就會很容易養死 自從那時候 我多接觸其餘的瓶藝物種動物 就發覺其實不是全部這些都可以說 好像變色龍一樣 羅亞方針心態 救回去被人治養做寵物 因為例如大象 例如鯊魚 很多甚至乎是 穿山甲你以為它小小 可以做寵物其實是不可以 因為它要求在食物上 和它那個環境的要求 是我們家裡供應不到的 所以很多這些 真的你要救它的話 你是要保護那個大自然的環境 到最後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人類 是地球的一份子 我們如果搞壞了其他這些地方 到頭來 其實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海洋、雨林、森林各方面 是供應給我們日常生活的食水 我們的空氣、氧氣 其實我們是靠它 是我們寄生在它上面 我們的城市 其實對於地球上的破壞是很大 今時今日 我們人類其實對環保的警覺性 是提高了很多 不過絕對是還未夠的 接下來很多集我們 我們多些機會再談 我自己的 在保育方面 除了做了變色龍之外 在香港或者海外 我都會試過 例如去幫不同的團體 去照顧一些傷了的野生動物 照顧完會放回 例如在Sumatra 印尼的地方 照顧過村山甲 美國會有海狗、海獅類的東西 香港會有些鷹 照顧是放回的 因為野生的 其實我也會去不同的地方 包括香港當然 世界各地 非洲、印尼 不同的地方去學校 或者機構去做講座 希望多些人去了解環保 是對我們多麼重要 大家為地球出一分力 大象是很有靈性 大象這麼聰明、這麼可愛 不會要牠絕種吧 大家好 我是郭秀雲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米埔 香港米埔自然保育區 被認為國際上重要的濕地 幫助地球上很多正在千載的料理 海豐非常樂意支持政府的環保宣傳 培育公眾去愛護 和珍惜大自然 I respectfully urge that you vote in favor of AB96 今天中國終於做一個 象牙的銷毀的儀式 中國國家聯益局 與海關總署 今天在廣東聯合舉行 執法茶墨 向洋小毀活動 從今天開始 香港政府就會將我們海關充公了的 28.5噸非法象牙開始燒毀 我們很開心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 其中每年的象義行 得到很多社會上各界人士的支持 自從1950年 受到環境污染及過度捕魚的影響 有很多生物的生態環境都已經受到破壞 我們已經損失了90%的大型魚類 魚群數量 如果我們能夠保育 現在僅有的物種 人類仍然有希望 可以在地球上有個美好的將來 教育就成為非常重要的關鍵 不和國籍的小朋友走在一起 透過了解大自然和環保的意識 同時 亦可以提升他們溝通及語言的能力 所以 教育小朋友是海豐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 海豐將會不斷出版多國語言電子書 推出更多教育玩具 舉辦環保教育活動 透過不同的媒體 宣傳尊重生命及環保意識 其實我自己做環保的事 現在自己都開了一個非牟利 非政府的機構 都熬了很多年 暫時都是自己的荷包去做 不過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寧願去做這些 好過去買個靈錢包 還是買下壽式 反正這麼多鷹帽都戴不到壽式 他和我咬掉了 所以 其實 希望多些人去關注 多些人去支持 剛剛看到那條片 就是關於我自己現在做的工作 我都盡量去睡覺去做 希望多些人去留意這些不同的議題 每人都可以去做一個分力 遇去睡覺 我都不想知道 不想收納 你去睡覺 我可以吃完 我是知道 有一個宜師 你會想要好嗎? 然後